好了 出电话动手 喂 喂 哎 哎 你出电话动手 能不能爽脏 周老师 他们就公司就在这 这是吧 那你直接敲门进去 哎 阿姨您好 等你好像谁 快进来 快进来 阿姨您好 这个是我们公司新上的产品 对您的脚特别好 今天你一定得好好 买什么产品啊 脚尖你不认手了 我说你兔阿姨 你忘了 你欠我五万块钱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 我今天来找你要钱来了 你们旅行社 怎么说的 三万块 三十个月 给我们结清 至今找不到你们 我今天可找到你了 今天你要不把钱还给我 我今天就 阿姨 干什么桌子呀 这是哪呀 这是我们保健品店 你是不是马祖啊 我们是保健品公司 你说的是旅行社 你知道吗 旅行社 你就是马祖 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 别动手啊 干什么 你要不要动手 我告诉你 干什么 别动手啊 我告诉你我是谁 来我告诉你 我是北京律师事务所的 我姓周深历法 我老师 我告诉你 全场我知道是你们公司 你干的这个缺责的事 要不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说听好了 我今天要知道就保健你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嫌丢人 我们可以在外面吵 在外面闹 来咱们能进去是吧 不要激动啊 你是老板是吗 我告诉你啊 首先第一不要激动 我们今天受大娘的委托 来找你们是奔着 有好协商来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清楚 那么之前你们是做这个旅游公司的说 然后呢 给老太太讲的是 交一个五万块钱的会员费 可以获得三个月的旅游 出国旅游 对吧 每个月 有问题 出国没出国 好 出国了 没有问题 完了 完了 但是你的承诺是什么 是不是出国之后 三个月之后 连本带利五万块钱 再加一个五百块钱的红炮 转给我的委托人 一开始有没有烦你 反了吧 没有 但是到后期 你刚没 我们转钱的时候 你们人呢 人去哪了 联系不着你们了 你不要在这拍拍打打的 听我说 你确实反了 大娘 我听说您在刚开始的时候 交了一千块钱 是国内游 玩了两趟 然后呢 给了你个一千一百八 都给了一百八对吧 后来 他们觉得你们这个确实不错 真的把钱反了 对 你们就连本带利的 又升级了 你不要说 不要打断 紧张什么 我就问你 我都有进 来来来 听好了 那五万就反了吗 那五万你也不反 不要转移话题 听我说 来 不要激动 来来来 你别喘了 来 王老板 你不要激动 听我说完 你当初确实反了一千 那一千退还了 后来你们说 这个项目升级 可以到国外旅游 韩国 日本 欧洲 旅行 紧接着第一个月收了一个一万 第二个月收了两万 第三个月又收了两万 一共五万块钱 给老太太哄的是昏天黑地 头晕目眩 各种旅游 各种买东西 紧接着你说好了 三个月之后要把这个钱五万换回 结果找人找不到了是吧 找不到了 是我们 他们公司 他们公司 好 那就是这样 可以可以 跑路了 跑路了是吧 我告诉你 给我跑路 什么跑路 你不要说这些 你不要动手啊 我告诉你 你要在哪动手 我我有摄像头 你可以 你不用摄像头 我们也全程录像取照 这个 我告诉你 不要给我激动 没钱啊 没钱了是吧 听我说 你不要激动啊 你不要跟我们动手啊 我告诉你 你如果在哪动手 对老太太 我可以报警 下午就给你们拘留 我告诉你 第一 我们是来友好协商的 你作为老板 你作为业务员 也不用这么情绪激动 情绪激动能解决问题吗 除非你们唏嘘 你先不要打断我 我就问 这五万块钱 你有没有反 先不说那一千的事 有反吗 我们反的时候 他们 明白吗 他们反正 找你找半天找 打电话电话不接 后来关机 去公司 你们商业公司 人们呀 人去楼空 什么意思 跑路是吗 我认为了 经营困难 好 经营困难 好 我们迷惑你的经营困难 那现在找到了你们 那能不能把这五万换回 爽过来了是吧 是爽过来了是吗 说不当天 给我 呃 大家把你使劲给我 呃 不用说那些 您是当时的业务员 是吧 那么所有的话 你自己看都是你说的 五万块钱 你收了一万两万 还有一个两万 然后你说三个月之后访完 有没有这事 你现在认不认我 没问题 我们哪 三年 三年 你可闭嘴吧 哪来个三年 当初合同 写的三年 你不要说合同 你们的业务员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聊天 记录 包括这是他 都实名字的啊 他收的款 我们公司员工 还有你们俩什么关系 上下属关系 上下属关系 我们调查非常清楚 你们就是两口子 何其谋来骗这种老太太的血汗钱 什么两口子 你不用说那些 我现在就告诉你其中一点 如果说你们拘捕 偿还而且在这狡辩态度这么麻烦 我们可以不协商 我们带着所有的有效证据 这个证据都有 包括转账记录 聊天就是你们的承诺 我们可以直接报案 一旦报案之后 你们跑不掉 这个东西是什么 报案 可以报案是吧 没钱 没有 没有 你可以 我给你麻烦你道歉 你就耍老外 你就老外 不要拍 拍什么都会拍的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成为护傻子了 就成为护傻子了 我现在跟他眼睛疯了 前面也找到他牛下了 明白了 你觉得这个 然后 行吧 带着孩子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就意思 反正是公司法人是我 跟你们没有关系 我听明白了 意思就是没有 你这个回头 还是 你觉得自己挺像个男人是吧 自己承担所有违法犯罪的行为 把孩子转移给自己的老婆 然后办了一个离婚 你以为就这个钱 我们就要不回来了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 你去要一下 好可以 我今天 今天作为大娘的委托人 我有义务跟你扑扑法 讲完我接下来要说的 我们直接就可以走 听好了 其一 你 不是一个法盲 我发现 你而且还有点聪明 想着把这个钱 转移给老婆孩子 办完离婚 这事就和他没关系 你蹲大脑是吧 我告诉你 你太不知了 我们直接可以打 撤销全关算 把这笔钱怎么转出去的 一分不少的 一样怎么转过来 紧接着我们再练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叫诈骗罪 什么叫诈骗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事实真相 欺骗我的当事人 使他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基于这种错误的认知 处分了这笔5万块钱 好可以 好接下来 你可以 那你就明白吗 好你非常牛啊 你继续这么强硬一下 主国就看你能不能应得够法律 你能不能把法律碰一碰 我让我 不认法律 不认法律是吗 好那我就让你尝尝法律的后果 接下来你主观收了钱之后直接跑路 这就是一个主观的故意 诈骗罪一旦成立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以下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请你好好地想明白 你作为他的老公 作为你孩子的父亲 你作为他老婆 想好了 你的老公如果一旦登到大牢 一旦滚进去 你将没有老公 你的孩子因为你老公 我没有吓唬你 有没有吓唬你 你可以试一试 好 我告诉你 好 我告诉你 但是我们已经连过了 可以 我说你就是把忙 你不要 来可以 那好 行没问题 你继续命当到底 你就看你的孩子 应不因为你就被人吵不起 应不因为你以后考工 考别 上学 不做 不做 好 那我就不聊了 你自己考虑 我就会还还不还 我不想做了 我 孩子还想 还还能还 行 没事 孩子能说 没事 不给他 不给他 你干吗 行 我再最后说多说一点 你先听我说完 说完我们就走 你现在媳妇愿意还 你可以继续前进到底 如果说今天能够把这笔钱退赔 而且得到我韦国人的谅解 那么可以免于刑事责任 可以不用过劳 如果你继续刚刚到底 你将面临的就是法律的制裁 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是吧 告诉我你说 我说这些 我现在要给我动手啊 不要给我动手啊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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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啊 出去啊 不要给我动手 快快 哎 哎 你出去 要我动手 能不能伸手 我告诉你 不要再动手啊 好 不聊了 没问题 来 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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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这样吧 不聊了大娘 你看啊 我最后 来 你闭嘴吧 我们全程录音录像 你先指的我 你先点的我 我告诉你 不聊了 你想好你老公将面临的后果 阿姨 您快 大娘不要说那些了 一位律师说 我妈也不会走 来 大家出来 我们现在就报警 你就等着 别报警 阿姨 来 好 行 你就看我报报警 然后不能给你送进去 你还不把我签了是吧 好 你等着 我再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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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一分钟 我没法 好 如果一分钟没有 我们直接报警 行 您等下 好快点 阿姨能不能把我们劝劝 你还要劝的是 你把背嘴巴 有本身你就干到底给我 你别 行 你别人就巧了 你还 你试试 没有 不用啊 这 你把我自己的孩子留下 你照顾让我弄什么呀 你放电子 哎呀 别说 你别人 你来 你来 阿姨 你把手机抄出来 来 我 我 转转 五万块钱 一分都不要少 好好好 来 没事 你直接收款就行 您来 打开二位门 我来 我扫您 来 我扫您一下 好好好 过去 你快收到没 收到 收到 然后我最后再说一点 如果说你和你的老公 继续这样为非作歹 触犯法律 总有一天 一定会吞大佬 所以说你的老公 你自己好好管教好 如果有一天 你就会将变成孤儿寡母 你可闭嘴吧 来 你再说 你再说 转完了 要不要闪高警 你过了这个吗 你有循环症吗 郑老师 无法无缺了 你我发现 郑老师 我告诉你 半暗再有下一次 不会这么解决 直接走行事出送 行了 郑老师 钱转回来了 咱们走 咱们走大娘 谢谢 没关系啊大娘 大娘 来咱们慢慢往下走 大娘 这个钱给您要回来了 您一定要保存好 千万不能够再上当受骗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 所有占便宜的事情 都是背后有一个 巨大的阴谋 好吧 咱们走 好 谢谢 那是 朋友们 如果说您身边也有 类似的经济纠纷 那么也欢迎大家 来和我聊一聊